嗨 大家好 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 早餐时间 刚刚喝了一杯浓开水 现在喝咖啡 吃早餐 给大家看看我吃什么早餐 玉米粥 有只玉米哦 加鲜奶 然后加煮好焦零奶酪 加一点点盐 加点蔬菜油 都是有机的 在这里吃食物就比较放心 昨天去参加了啤酒节 给大家做了视频 好像没几个看到 也许大家上班了 今天国内上班了 休息了7天 8天去上班 肯定很不适应了 OK 今天我们吃完了早餐 等会我们要去参加 那个 叫什么 也就是旧货市场嘛 叫股东 股东旧货市场 又有活动了 就是在博览会中心的一个地方 我们开车大概也就是10分钟吧 去晚 去晚 像这种计划市场 我们 不会乱买什么东西的 第一你买古董 你不会鉴定 对吧 关键是不需要 OK 今天给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这几天看到头条那个 都在大家在日益那个上海小女孩 啊 九岁吧 是吧 失踪在海滩 OK 顺便就 给大家讲一讲 在美国 这样的事情发生 会怎么样 OK 美国他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嗯 对家长 啊 就是说对家长的规定 两条 听好 第一 虐待儿童 第二 忽视儿童 啊 怎么处罚呢 如果你是忽视儿童也好 虐待儿童也好 啊 通常什么叫儿童呢 大概12岁吧 对吧 嗯 你上了十三十四岁 那走向那些青年的环节了 啊 的年纪了对吧 所以说 大概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 只要是你家人啊 父母 如果说是忽视吧 不管在室内户外 你忽视孩子的安全 造成一些后果 那你将一个是被处罚 大概十万美元由那个法官来判 啊 啊 还有啊 被坐牢 大概十年以下 就是看情节严重吧 虐待也一样 触法大概 从 就是十万 十万保顶吧 大概 啊 就是看都是看情节 啊 严重的情况 啊 罚款 坐牢大概都是十 十位数 所以说呢 在美国呢 对孩子的 啊 就说 爱护孩子相对的法律 比较严格的 啊 你像上海 这位家长 如果是在美国出现这样的后果 你现在已经是在监狱了 就等待 啊 律师 法官 对对你的惩罚吧 要么罚款 要么就坐牢 嗯 属于这种情况 是等于是 忽视儿童了 啊 没有看好儿童 忽视 不是属于是虐待 对吧 嗯 打孩子啊 啊 这种就是属于是虐待了 啊 所以说在美国 孩子受保护的程度很高 嗯 不管是家人 或者是你在学校 你对孩子 你非常非常的认 一个认真的看护 一个是非常的小心 接触孩子的肢体 你在家 你就是 嗯 打了孩子 如果屁股有点 有点花印 或者是身上有一点痕迹 到学校以后 如果是阿姨啊 老师发现 你都会被打 的举报 啊 所以就是说 在美国的孩子啊 相对来说 很幸福 你像我们 我 我 我隔壁两家啊 我左边这一家 也是外婆 对面那家也是外婆 啊 对面那家有三个女孩 啊 左边这家有一男 有一个 外孙女 外孙子 还有 侧面右 右边那边 有一个女孩 是单亲妈妈 就是她女儿是单亲的 三个也是女孩啊 都是女孩子的一波 他们看孩子 你看 他们每天 如果是孩子 放学以后 嗯 到户外来玩玩的时候呢 家长肯定跟着在旁边的 没有说单独给孩子的 啊 还有 我们经常看到小朋友 踩单车 嗯 爸爸妈妈肯定跟到在屁股转的 啊 没有说单独给孩子自己在外面玩耍的 没有了 很少 嗯 所以说 美国有时候也经常有孩子丢失 为什么呢 就是家长的忽略 嗯 美国拐 拐孩子也有哦 啊 把孩子 拐 拐以后呢 他拐卖也有 但是他 好像 我们看了很多案例都是把它藏起来 特别是女孩子啊 很危险哦 那些病太狂 心里有问题的 那些病太狂 他就把它藏起来 就是 你看 上一周嘛 在纽约就失踪一个女孩嘛 好像是十四 蛮大的 十四 十四三岁的 所以他妈妈就没有 他父母就没有 啊 牵涉到忽略孩子这个罪行 啊 因为他超过12岁了 他就在纽约一个公园踩单车嘛 然后就失踪嘛 最后就是说 这个男人是 敲诈勒索 他就之前有犯罪的案例在那个 警察局里面 他有那DNA指纹 然后他就写一封信给这个 啊 他就绑架的小女孩的家 晚上十一点钟 就把这信放在他家的邮箱里 然后 警察就按 根据他那个指纹 找到这个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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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案者 就在一个房车里面 把孩子 放在一个 储藏室吧 他就是美国他有 你看我后面啊 后面那个就是一个储藏室 他房车也有 他就把这小女孩关在这个储藏室里面 结果就就就就就就就因为他那个信封的指纹救了这个女孩警 如果这个人啊 这个罪犯如果之前没有作案 你可能找不到这个女孩了 所以这个女孩很很幸运 啊很幸运 如果一旦找不到呢他这辈子就毁了 啊这辈子就毁了 他就藏在房车里面 而且这个房车他有他妈妈在那里这个罪犯还还妈妈也在房车里面 所以说这个女孩生很幸运呢 啊从这件事呢就可以看出 因为他超过12岁嘛他父母就没有那个忽视啊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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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孩子这个罪罪行 嗯他只是啊孩子到公园去踩单车就就被绑架 所以说在美国啊看好孩子你就不会违反那个忽视这个这个美国的法律 如果你打孩子你就你就就就就违反了法律就就被判是虐待孩子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在美国 如果像上海这个父亲这么忽略孩子 在沙滩上大概十几分钟啊 啊然后回来孩子不见了 这个事非常严重哟 你要么被坐牢 要么就被罚款 不知道国内的国内的法律是怎么惩罚他啊 就是不被惩罚嘛 你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女孩这么丢失 你怎么活啊你的责任在那里对吧 就因为你忽略你的你的疏忽把孩子毁掉了 嗯不管是被拐也好被大水冲走也好 你怎么睡你怎么吃你这辈子你怎么安宁对吧 啊所以说为什么美国他有这么严格的法律来就是说来监管你啊 让你啊认真看好孩子 首先其实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嗯 你打孩子孩子受伤了孩子万一碰 nonprofit 见残疾啦或者是你一时忽略把孩子打idade打没啦啊 啊然后你因为你的忽略把孩子丢失了呢 你这辈子你说你的内心你安宁吗 其实这些法律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对吧 不是惩罚你是保护你自己 这样想就好了 如果国内也有这样的法律制裁 我相信这样的案件应该会少 应该会少 应该制约你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有些西方的东西应该借鉴 希望我们家长也就是说 自己的孩子要看好 另外不要随于打骂孩子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我们生活在这里 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事情 给大家分享 因为我 就说 每一次我看到隔壁的家长 跟孩子在户外活动 我的深有感触 深有感触 因为 特别是夏天 我们这里是一个大转弯 很多家长都带孩子来这里 玩啊 踩蛋车啊 隔壁小女孩 她要远 她有很多朋友 经常来他们家 可能是亲戚 就放在这里 然后就在这里玩 捉蜜场啊 反正很热闹 嗯 就是 这小女孩 大概也就是 六岁大概吧 嗯 左边 对面还小一点 嗯 所以说都看到 家长很认真的 在看孩子 没有单独的孩子 自己在外面玩的 嗯 然后对面家 那个 两个大姐姐 已经读大学了 嗯 他们很少 在外面玩的 因为家里面 人家后面都大草坪 又有大凉台 嗯 很少在外面玩的 啊 这种 像长大的 那些女孩子 男孩子 他们 读书以后 他们 要么他放学以后 他就去 高尔夫球 打球啊 嗯 然后去 健身啊 然后去 呃 歌剧院啊 学唱歌 跳舞啊 啊 还有拉小提琴啊 就是他们 他们的业余生活 啊 放学后的业余生活 像这种大的青年 读高中初中的孩子 很少在外面玩啊 几乎看不到 有时候 我跟我先生说 对面两个 姐姐啊 读高中的 从来不见他们玩 就是偶尔下雪 他们在外面做学员 很少在外面玩 有时候见他妈妈 他们说 他们下课都是去 课外活动啊 啊 或者是 嗯 嗯 这学校有一些活动啊 嗯 就是这样 很少在外面玩的青年的孩子 嗯 先生在听他的 我先生 怎么说呢 他就是文人嘛 他很喜欢听故事啊 嗯 新闻肯定每天 然后他很喜欢听故事 嗯 等于是阅读嘛 嗯 有声的阅读 因为他眼睛不好嘛 你像昨天 出户外 他就不是很开心 因为他的势力不好 所以他就欣赏不到 那种蓝天白云啊 啊 那些 反正就是失去很多 我们的感受啊 他没有 所以他都是 嗯 傻呆呆的 站在那里啊 他没有快乐 出外面去 嗯 但是在室内就不一样啊 啊 他就能听 听很多 他喜欢的东西 你像 今天如果去 我们去那个博物馆 去看旧的东西 他也失去很多 乐趣 因为他看不到色彩 嗯 他就是跟之前的 的的的 那种生活 乐趣失去了很多 嗯 但是还是鼓励他要出去 不出去 对健康也不好 对吧 呼吸空气 还有阳光 接触人 要么你就变傻了 对吧 好的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 嗯 在美国 嗯 对待儿童是非常的 就是说 爱护 有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儿童 十十二岁以前的孩子 啊 你作为家长也好 亲人也好 老师也好 你必须很认真的看护好和儿童 第一不能忽略 第二不能虐待 啊 如果犯了两 这两条规定呢 惩罚很严重的 所以美国的 美国的孩子呢 就是相对的保护很好 嗯 就跟大家分享啊 感谢你的收看 看这里还是周末 今天我们还要出去玩 虽然外面天凉了 今天 A Outside What's the temperature Just a moment I'll check 嗯 等一下 让我看看 Just a moment And I will check 嗯 等一下 给我看看 嗯 随句啦 所以说 每一期 50 哎呦 50华氏度 50华氏度 57 today 哦 最高是57华氏度 凉啦 嗯 这样玩很快啦 所以你看我们穿什么 穿薄毛衣 还穿 在家里面穿这个 OK You have a good night I have a good day 你是晚安 我这是有好的一天 再次感谢 拜拜 2 1 3 10